后后一大本提案 国民党立委费宏泰 私承直选就往主席台丢 先砸中立法院秘书长 接下来又中立法院长苏家全 前家预算案进入表决战 国民党一边拍桌 一边提出多项权疑问题 搞到连苏家全火气都上来了 现在就在处理国民党的权疑问题 连自己都不听 现在针对国民党提出的权疑问题 国民党提出的权疑问题白白准 连临时会期间的用电来源也要管 本院因响应蔡政府用爱 发电政策作为全民表率 因此建议院会 贬值临时会期间使用电力之绿电能源 配比应达总电力之30% 会当过十几年的民意代表 我 我觉得提出这个叫权疑问题 我觉得真的非常遗憾 所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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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气道在主席台上骂国民党委员 光是前瞻预算通案就有468条 接下来还有主决议 表决下来得花不少天 但民进党打算以一事不二意 通案中已经删减过的预算 主决议就跳过不予处理 现在执政党要自行自欺 解释所谓的一事规则 完全不合法 当然是希望说 这次的临时会的议程 不要做白宫 能够把这一万多个案件 能够处理完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表决在漫长 也有结束的一天 议事攻防 是否演变成五斗杯葛 战场延续拉长到下周 华语新闻 严俊强林季祥 黄云传 台北报道